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新闻点评 我是David 郑敬韦 非常高兴在空中跟各位见面了 时间又是一个礼拜 在上个礼拜我们谈到是关于 美国的一些建国历史 发展过程 美国人的心态 那当然在事后 有这个算是观众朋友 跟我谈到了关于 他这个美国原住民 印第安的血泪史 那当然这是一个 单独可以讲一集 我想以后有机会 我们单独针对美洲原住民 我们来做一集 跟大家一起做一些分享 也谢谢大家对新闻点评的支持 与这个爱护 那我们要继续努力 那这个礼拜呢 就想跟各位来谈谈的是 上个礼拜 我想大家都外当一对 放假一天 那当然对于外当一对 到底是一个国庆日 还是一个毛利人 所谓的耻辱的日子 那这个当然见仁见智 但是呢 这个我想在这个礼拜 我们来跟各位想要谈谈的是 纽西兰的这个过去 是怎么演变的 还有最主要是 一直以来这个 等于是欧一白人 他们心里的一些想法 跟他们的历史的过去 我相信呢 也希望在这未来的一个钟头 跟大家分享之后呢 大家明年到外当一对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不管你对欧一白人 或是对毛利原住民 那进入今天的话题 我想首先跟各位要聊到的一点 就是关于下午茶 下午茶 我想很多人呢 来到纽西兰之后呢 一定有喝下午茶的这个机会嘛 对不对 要请一定要喝这个利顿红茶 尤其是英国的 对不对 英国的红茶呢 对大家来说呢 这是众多饮料当中啊 一个非常有特色的 就连英国人呢 常常都说见面的说 我们喝杯茶吧 对不对 那英国人呢 他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华人比较厉害 什么乌龙 寿梅 龙井 什么一大堆 什么龙的 淡的 各式各样的都有 但是英国人呢 他们只喝红茶 另外一种花茶 其实那个 严格来讲不能算茶 就把花晒干泡泡水 但真正的好喝的就是红茶 那当然英国人呢 把它再加点牛奶 加点糖 喝法呢就跟我们 华人喝茶有点不一样 那英国人的喝茶 怎么来的 其实你仔细去看英国 英国本身那个地方啊 这个因为纬度的关系 还有土壤的问题 它种不出茶叶 茶叶大家知道 都要在像南方 那种潮湿温暖的山区 种茶叶嘛 对不对 好那英国呢 它当年是怎么喝上茶的 对不对 怎么有这个茶贸易 对不对 英国当年在美洲殖民地啊 那个那些殖民地 后来跟英国啊 要打独立战争 要造反啊 农民要起义啊 跟那个波士顿啊 这个茶砖事件啊 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当年就是英国 把那个最烂的茶 卖到美洲 然后卖的价格是最高 对不对 欺负那里的那个 就是农民嘛 对不对 就人家最后造反 那这英国人和茶 话说时光要倒退 16世纪之前的英国人啊 各位如果今天有穿越 到了16世纪的英国 我告诉你 那你一定后悔 你穿错地方了 16世纪的英国 非常的贫穷 落后 那更没有茶叶 那fish and chips呢 基本上你也不能 不太能吃得到 都还没有 土豆是有了啦 但是之后沿海的地方 英国人呢 才能吃得上炸鱼 基本上鱼大家都知道嘛 这个当年没什么冷冻技术 也没顺风快递啊 什么之类的啊 那内陆呢 基本上只能啃土豆 那这个沿海地区呢 才能吃鱼片 所以我们现在来这里吃 fish and chips啊 它的这个来源呢 是英国啊 下次大家吃了之后呢 想一想当年英国 16世纪的英国啊 非常的落后 这个那更不要说 整个卫生条件啊 那个道路啊 各方面啊 都非常的这个 这个当然王室是过得好日子啊 那个贵族他们是吃香喝辣 穿金带银啊 在那边呢 这个过得很棒 但英国16世纪之前啊 他们当时在欧洲啊 还算是一个小国 那当时谁比较牛呢 没错 有牙齿的那个叫西班牙跟葡萄牙 他们当时比较牛 还有一个呢 这个法国也也不弱了 那当然呢 英国呢 那时候天又冷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英国多雨嘛 潮湿寒冷 这典型的英国代表 所以你看英国绅士啊 出门的嘛 要戴帽子 第一防雨防风 第二呢 打个雨伞 这肩拐杖 这下雨时候 还肩防水 好 那这个就跟地理位置就出来了 那他们怎么喝上茶 话说到16世纪的时候 这个葡萄牙 它的国力啊 有点下降了 因为西班牙开始壮大了 对不对 伊萨贝拉女王呢 认识了哥伦布 对不对 这个风险投资 当时啊 放在哥伦布的身上 那哥伦布啊 也不错 把一个原来呢 非常大的风险呢 投资啊 做成一个这个孵化器之后呢 这个顺利上市 这个获利啊 这个很多 所以 伊萨贝拉女王的财富啊 就增加很多 那葡萄牙在旁边啊 就措射良机 对不对 顶多只能把教廷啊 去跟教皇吵 说哎呀 这个西班牙太过分了 对不对 这个你要主持公道 我也要分一点 对不对 所以刚刚当时讲嘛 南美它分了巴西啊 所以整个南美洲啊 讲葡萄牙语的只有巴西 其他地方讲西班牙语啊 是因为教皇那时候 主持了公道 说好了好了 巴西就给他了啊 好 那这个当年葡萄牙在这个势力 慢慢在下滑的时候呢 看到英国在慢慢崛起 对不对 他当时啊 就决定把这个葡萄牙的公主啊 就嫁到英国去 那为了展示呢 这个葡萄牙王室啊 为了展示对不对 他们的诚意 那这个金珠宝 那时候都已经是不在话下 但有一样珍宝 是这个葡萄牙王室啊 最爱 因为葡萄牙起来的早 对不对 那个牙齿啊 很早就咬到了呢 澳门就葡萄牙了 对不对 他就发现中国有几样好东西啊 对不对 其中一个叫茶叶 这个他们以前都是喝 百开水长大的 突然喝到茶叶开玩笑 那简直是好的不得了 对不对 那不能你天天喝酒嘛 你说哎 突然还有酒啊 那不喝醉死他了 对不对 那开船的话就酒驾 所以呢 他们就只能喝百开水 好不容易喝到茶叶 发现啊 此等这个佳肴啊 美味一定要带回去 所以当时他们带了丝绸 茶叶啊 这些东西啊 通通把 然然这个就带回去了 那带回去之后呢 这个葡萄牙王室啊 都是贵族啊 才有资格喝这个茶 但他们因为可能喝来喝去发现啊 红茶比较适合他们 因为有一些像什么 比如说我们都喝醇的 对不对 有一些龙井啊 什么那种 他们大概觉得受不了啊 那清茶又觉得太淡 所以他们就选了红茶 所以葡萄牙王室的国王啊 那时候嫁女儿嘛 对不对 陪嫁当中金银珠宝之外呢 因为金银珠宝英国都有 他就放了一箱茶叶 那多少呢 大概50公斤 在那时候啊 那比黄金还贵啊 对不对 因为千里迢迢 从中国运回来 你想看那个运费 对不对 就比那个茶叶要贵几千倍啊 好 那因为中间很多船会沉掉嘛 对不对 所以那茶叶特别贵 王室就觉得说 陪嫁50公斤红茶 开玩笑 哎呀 英国王室一看 陪嫁是如此之高档啊 以前耳闻已久啊 突然看到这个 就是这个红茶能够喝 英国王室就一喝啊 上瘾了 对不对 然后因为葡萄牙的公主 不是嫁到英国王室吗 当然要以这个 他们葡萄牙为荣对不对 就鼓励大家多喝红茶 所以英国就开始发现 红茶这东西好 所以英国王室一喝 那人民都想一看 王室喝大家都会仿效嘛 对不对 感觉我档次高对不对 因为你看我喝红茶 代表虽然呢 我没有贵族血统 但是我有什么 贵族的那个品味嘛 对不对 所以好大家都开始喝红茶 好喝喝喝 那喝了以后呢 刚开始的时候英国第一年 就开始有贸易嘛 那时候当然 刚开始之后呢 他们那一年下来 进口了大概多少红茶到英国 各位知道吗 50公斤 因为太贵了 对不对 50公斤啊 但是不到10年的光景 是大概是25吨 表示大家全部开始喝红茶 对不对 大量的这个茶叶贸易啊 瓷器啊 这个丝绸啊 对不对 英国后来因为海上大权嘛 对不对 他跟西班牙舰队打了一仗 把西班牙给打垮了 对不对 当年哦 西班牙那时候不可一世 伊莎贝拉女王 那时候国力啊 说真的就曾经讲嘛 皇宫里面 白银多的没地方放 说那怎么办呢 好吧 那快点去 那个远在东方的 那个天朝大国啊 去换一些布料 丝绸 对不对 茶叶 瓷器 所以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以前曾经啊 有叫贸易池 就是一个碗上面 那个青蓝花的那种 那叫贸易池 为什么 那个外国人嘛 反正卖给外国 就在上面用那个 那个柚啊 画一画 你看外国人 哇 那么多花 蓝蓝的 就以为是 只能画的那样 其实中国的瓷器 那个颜色之多 对不对 五颜六色 但那时候觉得 蛮艺之邦啊 给你上个蓝色 就意思可以了 对不对 就去了 所以贸易池呢 到现在很多沉船呢 在海底发现的时候 上面都有大量的 什么那个瓷器啊 被上 从海底捞上来之后 它就是 就是青花 很简单 没什么 没什么五颜六色 没有 好 那当然呢 在这过程中啊 这个红茶就到了这个 英国 英国呢 慢慢随着国力上来啊 尤其在那个 等于是168 16 光荣革命之后 王权跟议会啊 当时做了一个斗争 对不对 简单的说呢 就是以前是叫 那个议会 以前英国很早前就有议会 但这个议会啊 是归王室 王室在指派啊 谁谁什么 谁谁你当议员 你当议员 这些贵族 然后呢 国王说 我有一个法案 你们表决 当然都支持啊 开玩笑 谁任命他的啊 对不对 但后来呢 在那个光荣革命之后呢 这个议会啊 慢慢就分离出去 变成民选 就很多人是吗 有上议院是贵族 对不对 下议院是民选 所以现在英国有上议院 下议院 那就跟美国有参议院 众议院 是一样的那个政治体制 我们后来就改良版 一个就好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就发现了这个 这个国力上来嘛 光荣革命之后 英国就开始 这个大航海时代啊 尤其是这个 他在打败西班牙 英国当年呢 打这个西班牙无敌舰队 西班牙那时候啊 船也多啊 这个人也多 什么都多 所以当年呢 这个英国啊 就跟西班牙不对盘啊 就打这个 这个打这个海战的时候呢 西班牙的传统的概念啊 大帆船大家都看过 西班牙大帆船 他的炮啊 基本上呢 放在船头跟船尾 两个地方 那他这个概念是怎么的 以前海战的概念啊 就是比如说我们两边 对不对 我们这边50艘 你那边80艘 战舰对不对 那西班牙的以前无敌舰队 最早是什么 他远远的就轰 我先用我船向前行的时候 我就开炮对不对 轰你 然后呢 我准备啊 冲到你旁边的时候呢 给你船身啊 侧边 贴在一起 我船上的步兵啊 跳上去 到你的船上 把你的这个军人啊 随手 杀光 我就赢了 对不对 当时打海战啊 是把陆地战争的概念呢 放在海上打 那那一场战争呢 这个英国啊 要对那个西班牙无敌舰队 英国虽然已经国力上来 但不能否认西班牙 比英国早了两百多年嘛 对不对 他的国力财力 到时候那时候去打英国的时候 他的舰队啊 整个那个船只跟人数啊 远远在英国数倍之上 那英国人就想 这个西班牙这个来者不散 对不对 怎么打 对不对 他船比我们多 船上的人又比我们多 而且他船上 很多叫什么 就是那种陆军的步兵啊 都在船上坐的 等到这个冲冲冲 冲到英国船旁边的时候呢 就要跳过去啊 或荡过去 像那种荡过去 有绳子 各位看过那个电影 对不对 海盗船都这样荡过去 啊杀杀杀杀杀杀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把人家都抢回来 对不对 这是过去打法 那这个英国一想 我跟你这样打 我打不过你 第一我人没你多 我船没你多 你两条夹我一条 我也打不赢你啊 所以英国呢 就动了个脑筋说这样 我们呢 我改一下 怎么改呢 把这个大炮啊 改到侧边 对不对 这样的船侧 对不对 而且啊 郑昭英国女王 英国国王郑昭 海盗船通通回来 因为英国的海盗船当年 基本上呢 是有国家骨分在里面 他们是不能说非法 是办合法 反正因为有官骨嘛 所以呢 也就默许 好 那这个海盗船也加入啊 跟西班牙打 那打的时候呢 当然他们把船啊 西班牙 那海盗你要知道 海盗是晚命出身的 对不对 动作快的什么战术啊什么 他们啊 把大炮都摆侧边 他们决定呢 跟你靠近的时候 对不对 我轰你啊 你根本靠不近你 我侧面啪啪一轰 你等着挨打 西班牙船呢 他的炮在头跟尾 对不对 我只要前面躲过你 你轰我的时候 我冲 冲到我们两个 变成这样的时候 对不对 啪啪一轰 你毁了 就把你打掉 所以呢 在那场战争呢 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啊 就滑了 英国国力就上来了 对不对 我们要讲快点 不然啊 讲不到纽西兰 绕不回来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英国就开始啊 慢慢发展的过程中呢 就发现啊 这个全世界财富 怎么那么多啊 那我怎么那么可怜啊 啃土豆 啃了好几百年啊 开玩笑 那这一下呢 我们要仿效西班牙 可是放眼看去 对不对 西班牙啊 在发现新大陆之后 把这个 这个南美 这个新大陆 美洲新大陆嘛 北美南美 基本上都给他们占光了 好不容易英国人呢 占了一个北美 就还搞了一个独立 对不对 所以英国在那时候啊 其实就一直开始布局 看全世界 他就 加拿大也有 对不对 澳大利亚 这个纽西兰很多后来都占了嘛 那之所以啊 他为什么会来到了这个纽澳 把纽澳给占了 这个当然了就有一点点背景 那话说呢 当时英国有一批科学家 这批科学家啊 他们就有一个理论 认为呢 整个地球啊 对不对 那时候知道是一个远了啦 已经没有在争议是平的 还是圆的啦 因为哥伦布已经绕过去了嘛 大家就在讨论 如果你看我们北半球 有欧洲大陆 对不对 有这个亚洲的 就中国这个大陆 对不对 有印度这一块 这边土地很多 对不对 照讲这个地球啊 就像我们拿一只东西 要平衡 那如果这边呢 有那么多大陆 那理论上呢 南半球 应该也要有那么多大陆 不然这个地球啊 会翻啊 会乱转啊 地球能够转得那么好 自转 表示呢 它在balance 很平衡 北半球有多少土地 南半球就应该有多少土地 这个逻辑 你去问任何人通不通 通耶 大家一想 有道理啊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我们都没想到 好 那英国皇家学院啊 就研究出来了 这些都是当年英国的科学家 就研究出来啊 就像这个 英国国王报告 说我们研究出来啊 应该在南半球 还有没有发现的大陆 理论是呢 地球啊 平衡缩 因为否则地球就翻转了 对不对 就像高雄翻转一样 就会翻啊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们决定啊 这个要派人出去 当时呢 就决定啊 走走走 年轻人当中 那派谁去呢 那突然啊 他们就发现 有个年轻的船长 他啊 这个 没有什么 虽然打仗不行啊 但他画海图很厉害啊 对不对 他走到哪里 画的海图啊 超准的 哦 然后他们就想说 如果今天 让这个人去 那一定是 对不对 比较适合探险 又要去发现 那种南方的大陆嘛 那刚好呢 这个当年啊 有一个叫金星 啊 地球啊 这个太阳啊 在一条线上 叫金星领域 那哪里最好看呢 就就观察点最清楚 大西地 所以当时就给 找这个库克船长来了 说呢 你现在啊 我们这个 皇家科学委员会啊 派你到大西地啊 去做金星领域的观察 因为大概有六个钟头啊 他们要观察 哦 怎么样啊 好 但是这里有一家 有一个姓风 哦 风哦 用那个红仪 封住 你什么时候可以拆开呢 你金星领域 观察完毕之后 打开 把里面的姓读完 那是一个极机密啊 的命令 你就开始执行 那个命令 但现在不能跟你讲 因为那时候也怕 风声走漏 因为船长到时候一知道 大副知道 大副知道 随所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 就船的 万一西班牙 法国的耳朵里 那不就毁了 对不对 好 就极机密 那当时呢 连库克当船长 他都不知道 他就带着姓风啊 就出发了 就经过几个月啊 就到了大西地 去观察领域 那观察领域完了之后呢 当然这个 当时有交代嘛 对不对 开风 开心风 他一开一看 你知道他任务是什么吗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再跟各位分享 我们一会见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回到第二段新闻点评 我是David 郑金伟 那在第一段节目当中呢 我们跟各位谈到了 关于就是英国发迹的 大概的过程 我们跳跃式的谈到了 当时就是因为整个这个 大家看到世界的物资 是如此之多 英国决定派库克船长 到了大西地 那到了大西地之后 库克船长看完金星领日之后呢 就拆了那个密函啊 对不对 上面写说啊 命令 他就发现南方大陆 那这是一个很辛苦的任务啊 那库克船长就开始啊 就在这个整个南 南这个南太地区啊 这边到处绕 他甚至呢 就往南边冲啊 就是顶着南边一直走 看我能走到哪里去 就走着走着 就走着到那个呢 到了西风带 大家知道西风带啊 风大浪大啊 非常的危险 他就努力啊 穿过了西风带哦 拼了命往南走 就对着南走 他最难的时候呢 几乎走到南极大陆的外围 看到大量的浮兵出现了 但因为当年大家都知道 木制帆船啊 第一 靠的是风 对不对 也没机动力 也没破兵能力啊 所以呢 他只能绕到那附近看一看 然后他的航行日志里面就写说啊 这个此地啊 就算有陆地 也不宜啊 这个定居 或者是有这个 一些什么农业啊 看着冰天雪地 怎么可能 就他们就掉头 就走走走走 其实纽西兰这一块地啊 早在这个1642年的时候呢 塔斯曼啊 荷兰的船长塔斯曼 他就发现了这个地方对不对 他当时觉得这个地方呢 跟他的家乡啊 他是荷兰人嘛 大家去过阿姆斯特丹啊 就知道 在阿姆斯特丹附近有个地方叫 Zilland 这个地方啊 另外有个岛也叫Zilland 那这个船长 他就Zilland的人啊 对不对 他就来到这里 说一发 跟我家很像啊 对不对 他说那我取名这个地方叫做 新Zilland 就New Zealand 就来了 New 对不对 跟那个美国那个最大城市 纽约啊 一样 纽约如果你要把它照字面翻 它叫新约 不是圣经啊 因为York是英国的一个地名 New 那就是新的嘛 对不对 什么Primos 那英国有个岛叫Primos 那我们这地方有个城叫什么 New Primos 你只要看到英文里面有New 那表示一定有个old 有个旧的 New 那New Zealand呢 代表还有个 还有个原来有个旧的啊 Zilland 是在荷兰 我们是New Zealand 这基本上跟英国没关系啦 因为荷兰人发现了早嘛 对不对 海上马车夫 那做生意 当年跟小日本 七早八早就在做生意 是荷兰人啊 对不对 美国人什么这些 后来的 好 那就讲讲讲 就讲 他就到处在找 那当年呢 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船上的水手啊 因为我后来才知道 他们常常会出现什么 败血症 对不对 就是那个生病啊 软弱无力啊 什么一大堆 当时因为医药不发达 后来发现 那个上岸之后啊 啃了柠檬之后 这些病人都好了 大家发现说 只要酸的东西呢 对水手啊 健康有帮助 比如说库克船长 那时候很逗 对不对 要航海在海上 他就 带不了那么多柠檬嘛 因为柠檬会坏嘛 对不对 我也不能在船上 种些柠檬树 不现实 那么栽也栽光 他就想说 看到那个蔬菜啊 白久了 不是快烂掉之后 发酵了吗 变得酸的吗 对不对 不是我们吃的 kinge那么美味 就是那个菜 就酸了以后的菜 他想说 这玩意儿 跟柠檬一样酸的 对不对 我给水手吃 应该呢 他们也不会得坏血症 居然给蒙对了 果真啊 有效 但是那个很难吃 对不对 但库克船长之后 下死命令 逼着大家一定要给我吃 不能光吃肉 还要吃那个 坏掉的酸 那个蔬菜 酸的 那水手很恨啊 没办法 再为了健康 大家乖乖吃 所以在那个航海阶段的时候 很不容易 因为在这个英国发迹之前的英国人 我们讲 他穷啊 对不对 怎么有多穷 我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都有喝 Morning Tea 对不对 Afternoon Tea 对不对 这个是 他其实 当年 英国很穷的时候 英国人一天只吃两顿饭 第一顿 是中午 对不对 大概十点 快十点的时候 吃早餐 跟午餐算一顿 对不对 现在有多咖啡也有卖 那下午呢 四五点吃一顿 因为晚上天黑啊 叫睡觉去啊 对不对 不然点灯 那油很贵啊 对不对 所以英国人以前在这个 这个等于是 开始这个强大之前啊 有殖民地之前 其实英国人日子过得很苦啊 就啃啃土豆 对不对 一天吃两顿 土豆啃两顿 就这样子嘛 没什么好吃的 对不对 所以只能吃两顿 后来因为有那么多殖民地 对不对 这个多了 钱多了 就吃得上了 殖民地供应上了 什么牛肉羊肉都来了 所以就早餐了 对不对 那有午餐呢 对不对 那原来十点钟吃惯了 那这下怎么办 好吧 那我们喝个茶 吃个饼干吧 对不对 下午四点 那后面还晚餐呢 对不对 因为现在家里肉很多 那喝个下午茶 所以上午茶跟下午茶呢 是原来的正常 那当然不用说英国人呢 他不是什么高雅到不行啊 大家富足到不行啊 一天要吃五顿啊 对不对 是因为啊 当年从两顿变三顿 怀念那两顿 舍不得放弃 所以现在有早餐和晚餐 下次呢 你早餐时间呢 你就想想当年英国人呢 这蛮可怜的啊 好 那这个话讲回来呢 这个时间的推展 去过英国人都知道 英国菜里面 真的没啥玩意儿啊 这个我去过英国也觉得 英国人怪不得 那么爱吃那种 什么印度菜啊 什么什么中餐啊 是因为英国菜真的是 变不出什么花样 对不对 你去看道道地地的英国菜啊 汤呢 就是浓汤 不是我们那种汤啊 他那种有点像羹啊 中餐叫羹 什么土豆啊 蔬菜泥啊 肉啊 呼里哗啦煮了一锅 对不对 那个就 是能喝进去啊 再哗哗就很浓稠的那种 对不对 他们得喝个汤都饱了 所以就表示什么 他们食材真少 最后能凑到这些呢 全部丢了一锅里煮一锅 就这样过 所以呢 这个来这里各位也知道 这个好吃的还是法餐啊 因为跟法国的那个物产丰富 还有中餐 对不对 八大菜系 吃着大家都那个 舌头都麻了 对不对 好 那话讲回来 当年这个顾客呢 就绕绕绕绕绕 他就一直找不到南方大陆 这个当然呢 当时这个 这个英国啊 这边这个军部啊 就一直说你要找啊 这很重要啊 攸关啊 这个帝国新王 但后来啊 那没有鱼啊 那怎么办 他就说 那早点有没有什么虾米啊 对不对 看哪里有虾米 一看纽西兰 所以在这个1769年的10月9号 这个库克船长啊 就来到了纽西兰 在哪里呢 在基斯本这个地方 去过基斯本的都知道 对不对 那个是我们讲太阳 第一个升起的地方啊 当年2000年的时候 大家都跑去那看 就有一个铜像 就是库克船长的铜像 那当年呢 人家10月9号 在那边登陆了 上来了 来了以后呢 这个英国的欧伊白人啊 就就讲说 来纽西兰啊 这个地方 虽然比不上南方 我们心目中的那种 像美洲大陆 那么大的土地 对不对 因为他绕一圈 他就发现啊 一下就绕完了 对不对 南北两个岛 所以呢 最后好吧 那就叫这个 因为所以你看 现在南北岛中间 叫库克海峡 就是纪念库克船长 那这段时间啊 距离现在多久 已经250年前了 250年前的10月9号呢 库克船长来到了纽西兰 那当然呢 在今年的10月9号 纽西兰有一个 非常盛大的庆祝啊 库克船长来到纽西兰的 一个纪念活动 那政府甚至已经 早在几年前啊 就编列预算啊 这个甚至要做一个 类似像当年 库克船长奋进号 1比1的那种模型船啊 在绕纽西兰海域啊 像南北岛绕一圈 大概是从今年的10月 到12月在各个城市 因为当时库克 去了四个城市 那一到那个地方 会有很盛大的庆祝活动啊 虽然现在呢 才2月 但在10月份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注意到啊 库克船长来纽西兰 250年的庆祝活动啊 要开始展开了 这是250年一个大日子嘛 对不对 因为理论上来讲呢 这个总要有一点点 不要感觉我们好像 是从石头蹦出来的 你知道 我们是是有血脉 有血统证明的啊 这点很重要啊 所以说库克船长呢 不能没有 那库克船长啊 当时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他们其实英国 也还不是很重视这块地 因为他发现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呢 那个地方啊 也不错 库克船长去了 当时啊 登陆的地方 那个地方呢 叫Botany Bay Botany Bay 有人翻成植物湾啊 Botany Bay 当时上去的时候 库克船长上去的时候 是干嘛 是要帮啊 这个英国找那个囚犯 放流的地方 因为英国当年的法律啊 就是很多 就小罪都要关起来 那当时监狱关不下呢 他们就在英国的周遭 有很多船对不对 把犯人关到船上 但后来发现 那个船上的 卫生条件差 那个死亡率很高啊 不人道 大家就说啊 这些犯人啊 把他流放 放到那个天涯海角去 那当年啊 放美洲对不对 过大西洋 你们去那边 离我们英国远一点 你们这些人渣 我们不要你 把他赶走 对不对 后来呢 英国 美国搞独立了啊 那没地方丢啊 那怎么办 所以一看 那他说 澳大利亚 丢那里去 那里那么远啊 对不对 丢那边去 库克船长当时啊 就奉命 就去找啊 你要流放这些人 对不对 把他放来 那犯人 你好歹要开垢啊 要有水源啊 要有土地啊 他们在Botany Bay啊 上去的时候 一看 这个地方不太对 当时大家都说这里好 可是觉得不对啊 那库克啊 说我们啊 就沿着寒一下 再找找看 当时就找到一个 小湾 一个小湾 还不错 库克说啊 一看有水 对不对 地还满平的 咱们啊 以后把这犯人啊 就放到那里去 那个地方现在呢 叫Sini 挺多人的啊 就把犯人 通通放到那去 所以呢 这个以前 Kiwi都说啊 澳大利亚的祖先啊 都是那个 英国不要的罪犯啊 好 就把它放下去 Sini 就变成今天 那么大的城市了 所以你看库克 还是有眼光啊 他就没去 Botany Bay啊 那我们这边 有个Botany Town啊 那当然呢 这个在Botany呢 这个 这个没成功之后呢 他在纽西兰 他来了之后 这些实际上 他们的重心 英国 还是放在澳大利亚 但是啊 英国来到之后 什么法国啦 其他国家那些啊 什么有 中间当然有 有官方的啦 有跑到 一帮走私的啦 也有海盗啦 土匪 反正三教九流 你想什么样的人呢 到海上讨生活 对不对 基本上呢 是 是有一点点 就是 有点这个 这个怎么讲 就是 有一点点 你也知道 就是有点像那种 就是豁出去啦 不怕了啦 对不对 反正就是命一条 有时候有饭吃饭 没饭抢啊 什么就来了 那这些人才会出海啊 那 后来欧洲人发现 纽西兰之后呢 这些人呢 就通通来了 那聚在哪里呢 聚在外汤屋附近 因为那边比较温暖 那个外汤屋哦 那一带啊 Bay of Island啊 是纽西兰唯一 雅热带气候的地方 气候温暖啊 那些欧洲人啊 在海上跑来跑去 发现这个地方啊 毛利人很多 对不对 食物很多 他们啊 就聚在那边 然后呢 这些人呢 拿酒 枪啊 去跟毛利人啊 换食物 换这个换那个 对不对 你船靠岸要补给啊 对不对 你要跟人家要东西 拿枪酒去换 那所以 那时候啊 那个地方 这个治安啊 龙蛇杂楚啊 乱的不得了 英国人想说 那也不是他的那个 对不对 基本上他看不上眼 随便 所以那边的时候 各国的人 在那个地方啊 就龙蛇杂楚 大概有多长时间呢 在1840年 我还当一签订之前的 大概前十几年 那里地方啊 简直是 无政府状态 对不对 但然后来啊 法国啊 到后面 就讲说啊 对不对 想把这个纽西兰啊 看能不能把它 变成他的殖民地 后来英国人 不是知道了吗 对不对 英国那时候权力啊 那个海权啊 已经比这个法国强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就马上派 说派一个代表 能代表女王的啊 对不对 那在哪里 在澳大利亚 就找了一个 那个人叫什么 Hopson William Hopson 也是个船长 说你快去 跟那边毛利人啊 签一个外当义协定 去外当义签一个协定 然后呢 基本上呢 就是啊 把这个整个让我们托管 他们拥有他们的 但是呢 闺女王 当然呢 这个就是现在外当义 最大的争议嘛 毛利的这些翻译当中啊 他有很多句子是 英文里面 英文呢 他翻成毛利文的时候 他翻不出来 他就大概那个意思 那结果就拧了 那毛利人在看毛利文的时候呢 听了半天也是意思半解 对不对 那这个 大概大家都不了解 英国人的意思 简单的说呢 就是他们骨子里要的就是啊 你毛利人把什么土地东西啊 这些啊 归你们 但是呢 英国女王来照顾你们 换句话讲 就是都是英女王的啊 对不对 这个概念嘛 都是属于国家的 因为在欧洲当年 所有东西啊 都是王室的 都是国王的 对不对 没有个人的 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拥有一片土地 是你拥有一片土地 对不对 但毛利人的概念 不一样 完全倒过来 土地是我们的母亲 养育了我们 对不对 我们种什么东西 他长了 我们能吃 我们才能长大啊 所以土地 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是属于土地的 对不对 跟白人啊 欧一白人说 我们拥有土地 对不对 白人的想法 我不种土豆 他不长啊 对不对 他怎么养育我 是因为我种下去了 他才长啊 对不对 你看光这一个点 两边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就像当年哦 那个其实啊 来纽约来的很多啊 叫做打海报 他们要拨那个皮啊 对不对 还有那个补金的 很多人都来到纽约 那种船很多 对不对 都靠在一般的港湾的时候 毛利人就觉得 就像现在一样 我们这些东西都是大地产生的 对不对 那我们都是大地的一部分 所以当时有一个毛利酋长 他为了证明他很勇敢 他就跑到那个 那种烈海报的那种 那种船上面啊 他去偷了一件衬衫 在他来讲不叫偷 他觉得他拿了一件衬衫 他想穿 结果没想到呢 被那个水手发现 一枪把他给打死了 那后来当然 这个闹了很久 中间打来打去啊 前前后后弄了十来年 死光为了这件事情 死了七十多个人 对不对 就表示啊 当一个欧洲文化 来到殖民地的时候 殖民地的啊 他那个原住民 有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思想 两个文化呢 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在不同时空 产生的不同文化 语言的隔阂 两个撞击在一起的时候 各位隔阂 那个比喻啊 真的有点像两部车子对撞 那个结果是 很那个的 对不对 你说要融合 除非啊 大家在原地 对不对 放着音乐 转圈圈 否则当两个文化 在快速接近的时候 就出问题嘛 你看当年毛利人 毛利人当年很多啊 白人杀了不少 但呢 很多什么 病死的 因为啊 他一辈子 没得过什么天花啊 瘧疾 什么都没 好 那这些水手 带着天花 瘧疾来了 对不对 搞不好一个口水 传给毛利人 白人啊 躺两天 就好了 毛利人全挂了 一票死一票的 就死掉了 他们 从头到尾 祖先到现在 假设 没得过天花 那哪进得住 没得过流感 对不对 白人躺着 他们就 就升天了 所以哦 你看两种文化 撞击的时候 多可怕 所以当年啊 说那个美洲原住民啊 他们有一种病 叫梅毒 结果呢 他们都没事啊 他们的梅毒啊 跟他们可能好几百年 几千年 他们都没事 对不对 但白种人一去啊 嘿嘿 我们弄死一堆人 所以当年哦 在这个 十九世纪的时候啊 欧洲人啊 都有梅毒啊 好多人都有梅毒 对不对 因为那时候 那种性观念 卫生观念 都很差嘛 对不对 一堆人都被传开了 但是呢 这些欧医啊 带去的 什么感冒 对不对 听说也把那个美洲印第安 弄死了 好几百万 对不对 那毛利人也是一样啊 都被这些病啊 还有这些 这些贪婪的这些 把枪带来了 酒带来了 造成啊 整个这种社会啊 就撞击非常的大 但讲到这里呢 这个大家就很好奇啊 在这个过程中啊 外汤医协定 签订之后 这个毛利人 是不是从此啊 就顺服了欧洲人 我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稍稍休息 大家我继续 新闻点评 我们一伙见 各位观众朋友 你好 欢迎回到第三段 新闻点评 我是David 郑经纬 在前面呢 我们用两段的时间 跟大家快速的啊 回顾了这一段 英国的殖民历史啊 那重点当然放在纽西兰啊 那会都在看呢 当这个外当义协定啊 虽然在1840年呢 这个2月6号签订之后 实际上啊 那个欧一白人啊 在这种觉得说 王室已经跟毛利人啊 我们有协议了 对不对 那种大量呢 开始占领毛利人 土地的这个情况啊 在各地不断的出现 像什么New P.Moth 那当年是英国移民公司啊 登陆的地方啊 这个奥克兰啊 那个是后来啊 这个那个总督啊 这个就是哈布森总督啊 这个因为他签了 那个外当义协定嘛 那当时这个 在奥克兰的这个毛利组啊 经常受到北边毛利组的欺负 那在这个奥克兰的毛利组呢 叫酋长 就去找到了在外当义的这个总督啊 叫Hobbson 威廉·Hobbson 就跟他说 这样子 你如果把首都啊 签到奥克兰 我啊 这个整个沿海地区 Tamaki啊 那个族叫Tamaki 对不对 就是East Tamaki的Tamaki啊 他把这个Tamaki这一带海边的土地啊 我给你发展 那你们欧一白人啊 住在这个港口这边啊 让你们发挥发展 那另外呢 我再赠给你很多土地 那这个船长当然呢 一听 也不错 对不对 那那边给的条件也很好嘛 所以在后来啊 就把这个首都啊 从外当义就迁到了奥克兰 所以奥克兰曾经在历史上 当过纽约人的首都 那后来当然因为南岛要搞独立啊 后来才迁到这个威灵顿啊 那这个这不能讲 讲不完啊 那当然呢 这个来到奥克兰之后呢 这个等于是啊 这边这个大家就觉得说 毛利人 抱歉 土地很多对不对 这农人呢 为了要这个序幕嘛 移民公司大量的这个移民就来了 所以英女王已经跟那个毛利人啊 有共识了 咱们移民公司啊 可以去了 对不对 就好像签证办好了一样 所以大量的移民啊 就来到纽约这边土地 那首要的这个登岸地点 在New Plymouth 那New Plymouth原来又毛利人啊 对不对 这些白人来了哪客气啊 该圈地的圈地 该养牛的养牛 该养羊的养羊 就劈里啪就来了 那跟毛利人的那个矛盾呢 那当然毛利人 斗不过这些白人啊 白人都带枪啊 对不对 所以在1840年 签的才五年之后 从1845年 就这种纠纷啊 已经什么 打起来了 两边啊 就区域性的 这边跟这边打 这边跟这边打 都有土地问题 那这个这个矛盾的问题呢 就越演越烈啊 所以后来啊 这个总督就跟英女王报告说 这边啊 这太不听话了 对不对 这个 这些原住民啊 要造反 英女王 应听啊 对不对 说那不行啊 英王啊 英王一听 不行 好派重兵去到这个纽西亚啊 去镇压啊 这批原住民 那派了多少呢 派了一万六千个 精兵哦 坐着船啊 浩浩荡荡啊 带着什么大炮 大什么枪啊 就来了 大军就杀到纽西亚来了 那这些毛利人 一个组组长就开会啊 一看说英军啊 准备跟我们玩争的 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保卫我们的土地 好各个组啊 出人 对不对 纽西亚那时候多少族 五百多个族啊 对不对 分散在各地 大家就聚在一起啊 就抓壮丁一样 出出出 航不让当凑了半天 四千 那边一万六 这边四千 对不对 那结局呢 各位可想而知 那当然是 欧伊领啊 对不对 那边有打炮 又有枪支 源源不断的 那个装备 一直打 对不对 你毛利人有多少 毛利人的枪 也是当年啊 跟英国人换来的 对不对 你那个子弹也没那么多 打到最后悲惨啊 那个中间的过程啊 非常的悲惨 这一段历史 在纽西兰的教科书上面 一般都不太愿意去碰 因为啊 坦白讲 那时候够狠啊 要杀啊 不停地杀 不停地抢 不然的话 你怎么有土地 而在殖民史哦 欧伊白人是绝不手软哦 不像你今天看的路上的欧伊白人啊 非常的有礼貌 大家都会礼让 那时候不是啊 200年前 不是那个样子啊 杀到底啊 在那场过程中呢 彻彻底底的把毛利人的社会啊 给打破了 因为毛利人以前是群聚的 对不对 这一区都他们 在战争之后呢 壮丁都死光了 对不对 那欧伊白人来到你们家隔壁 说你到那个角落 那一张房子给你 这你们家的地都我的了 我要养牛 你屁都不敢放 所以慢慢呢 把毛利社会彻底的拆散 那土地呢 也通通占有机有啊 但是到90年代 政府希望跟毛利组啊 来一个大和解 说土地啊 还不了 咱们啊 赔钱 因为呢 反正我能印钞票嘛 我印钞票给你 就各个族啊 来和解 你们来登记 如果能说出 你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呢 以前住在这里 后来被 你爷爷爷爷爷 当时认识的白人给占了 对不对 我赔你钱 各个族啊 分别都拿了不少钱 有九千多万的 上亿的 有一些呢 就是现金 加森林的林地 尽量和解啊 对不对 但是有一些毛利组说 我不要钱啊 我要土地还我啊 但这个已经没办法 就举例来讲 很多地上啊 现在可能住了几千户 对不对 政府也没办法 把这几千户啊 通通赶走 说我们要还给毛利组 大家要和解 没办法啦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间啊 到九零年到现在 他的矛盾啊 其实还是存在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 到今年的十月九号 这个库克船长来纽西兰 两百五十年了 这两百五十年呢 这个毛利组跟欧伊白人之间的矛盾啊 实际上一直没有化解开 我们是新移民啊 可能不太了解 但你回头看历史 知道之所以崴当一带啊 毛利人会如此之气愤啊 这个就是因为历史的当中啊 他们受到了迫害 但是历史 我们还是要去面对 族群的和解 大家还是要去 去接受这一段历史 去和解 所以在和解的过程中啊 还原历史 是第一件要做的事 白人 欧伊白人 必须承认 当年在殖民历史上 对毛利人的迫害 毛利人的这一代 也必须呢 去认清 随着时间的发展 这个已经是 大家是一个国家 的这个国民的时候 要去 去接受这一份 这个欧伊的道歉 进行一次和解 真正的和解 那纽西兰呢 在未来的七百年 我们能走到一个 康庄大道 没有矛盾的这个纽西兰 我们能够选一天 作为我们的真正的 国家的生日 国庆日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 在这里跟各位说 下周我们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了 拜拜 拜拜